与其做愚蠢的智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莎士比亚先讯是最高的克己功夫。 莎士比亚后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玄空的希望,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 莎士比亚爱情,它会随着全身的血液,像思想一般迅速通过了五官四肢,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双倍的效能它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 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音炫目。 恋人的腕耳朵听得出最维气的声音,任何鬼祟的肩膜都逃不过它的知觉。 恋人的感觉比带和蝸牛的触角还要为妙灵敏。 恋人的蛇头是善于变味的巴丘斯希腊旧神,显得迟钝。 莎士比亚一个面具套不下所有人的脸。 莎士比亚,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倘不拿出来贡献于人士。 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莎士比亚,最后的结果确定工作的成败。 莎士比亚,智慧是命运的一部分。 一个人所遭遇的外界环境是会影响他的头脑的。 莎士比亚,我们做的坏事,往往因为正好迎合下等人的口味, 就被他们高声夸奖,说成是我们办的好事。 莎士比亚,智向不过是体力的努力。 生气勃勃地降生,但却很难成长。 莎士比亚,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圆谱。 我们的意志是这圆谱的人,盯莎士比亚出门看天气。 上是万行,请莎士比亚春光不自留。 莫怪东风恶。 莎士比亚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 莎士比亚自愿的贫困胜于不定的浮华。 穷奢极欲的人,要是贪得无厌。 比最贫困的,而知足的人,更是不幸的多了。 莎士比亚无颜的纯朴所表示的情感,才是最丰富的莎士比亚真正有感的人。 应当能够智慧地忍受最难堪的荣辱。 不以身外的荣辱戒怀。 用习是宁人的态度避免无谓的恨阔。 莎士比亚多听少说,接受每一个人的责任。 但是保留你的最后裁决。 莎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 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照照亮别人。 否则等于没用。 莎士比亚友谊在别的事情上都是可靠的。 在恋爱的事情上却不能信托。 所以恋人们都是用他自己的唇舌。 谁生着? 让他自己去传达行诉吧。 总不要请别人代劳。 因为美貌是一个女巫。 在她的魔力之下, 忠诚是会在热情里溶解的。 莎士比亚世间的任何事物。 追求时候的性质总要比享用时候的性质浓烈。 一遭青下水的船只扬散出港的当儿。 多么像一个娇妙的少年。 给那轻狂的疯儿爱抚揉抱和事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 船帆也变成了百劫的破纳。 他有多么像一个落魄的浪子。 给那轻狂的疯儿四一七零沙士比亚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 沙士比亚一个本领超群的人。 必须在一群敬敌之前。 成才能够显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 沙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的外貌。 沙士比亚世界上有一种人。 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清如纸水的神器。 故意表示他们的冷静。 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生智慧生存。 思想渊博。 他们的神器之间。 好像说。 我的说话都是轮音天语。 我要是一张开嘴唇来。 不许有一头狗乱叫我看透这一种人。 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 博得了智慧的名声。 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 要是他们说起话来听见的人。 谁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 沙士比亚每一个被束缚的奴隶都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手挣脱他的锁链。 沙士比亚凭着日规上前撕的阴影。 你也能知道时间在偷偷地走向更古。 沙士比亚草率的婚姻少美满。 沙士比亚苦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德。 非常的遭遇可以显出非常的气洁。 沙士比亚本来无望的是大胆城市往往能成功。 沙士比亚思想是生命的奴隶。 生命是时间的弄。 人沙士比亚装颜的大海开生蛟龙和金尼。 清浅的小河里只有一些公平足美味的羽虾。 沙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 沙士比亚一个是性子的女人,就像翻腾的灼水,纵使口干舌燥,也不愿错饮一口。 沙士比亚真实爱情的途径并并不平坦。 沙士比亚无论男人女人,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 谁偷窃我的钱能? 不过偷窃到有一些废物,一些虚无的幻职。 他从我的手里转到他的手里,他也会做过千万人的奴隶。 可是谁偷了我的名誉去? 那么他虽然并不因此而不足。 我却因为失去他而成为赤坪了。 沙士比亚不要误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去。 沙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 不是照亮自己,不是照亮自己,而是古照世界。 因为我们的德行不能推其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 因沙士比亚爱情的鲜艳的容色和热烈的心,也会因困苦而起了变化。 沙士比亚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或者逐渐恢复原状。 沙士比亚生活里没有书类,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类,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沙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它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沙士比亚尽愿愿做一朵笔下的夜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抢回。 与其逢迎渐美,偷取别人的欢欣,无名被众人所避弃。 沙士比亚,任何恶德的外表,也都附着若干美德的标志。 莎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 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融入 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 在身受时化作甜蜜 莎士比亚不如意的婚姻 好比是座地狱 一辈子鸡争额斗 不得安生相反的 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 就能百年协和 幸福无穷 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 可是不要过分狭逆 莎士比亚如果一年到头如假日 岂不像连日工作那样提罚 莎士比亚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的更高 那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 莎士比亚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 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 也必须在他的德性的光辉照料到他人身上发生了热力 再有感受他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才能体会到他本身的价值 莎士比亚富贵不然和有意的好坏无关 但是贫穷却最能考验朋友增爱分明的真佳 莎士比亚不速之可志在告辞以后才最受欢迎 莎士比亚无言的纯洁的天真 往往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 莎士比亚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 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莎士比亚闪光的东西 并不都是精子 动听的语言 并不都是豪华 莎士比亚华下在富丽堂皇 也只是坟上楼阁 莎士比亚明治的人 绝不做下来为失败而哀口 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加以网 就莎士比亚 道德和财义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 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贤的门帝败坏 把巨富的财产当毁可是道德和财义 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 莎士比亚黑夜使眼睛失去他的作用